这个时候 湖中南就放弃了延安 还有洛川 调兵回房西安 同时调派陪仓会的第五兵团 要会同马步方下面的枕边第82师 师长就是他的儿子马纪元 要一起去祖籍 枕边第82师很快就到达陕西 甘肃交界处 一个叫做长武的地方 西北野战军第六重队 就后撤到一个地方叫做兰电桥 就匆匆的构筑起阵地 结果没想到根本挡不住寄兵的攻击 马纪元的部队重马奔驰 一跳就过 所以一天就把兰电桥给拿下来 而且还俘虏了1200人 你说了这个马纪元 是不是前面那个21岁 然后升到副军长 然后你特别强调长得很帅的那一位 没有错 看到马纪元来势汹汹 彭德怀他就决定在一个地方叫屯治镇 还有利宝镇 这一带的地区要布下一个口袋 准备要全卷第82师 他的布阵方式就是六重留在屯治镇 来吸引马纪元来打 西野的第一还有第四重队就进行包围 充满男性的马纪元还真的来了 而且他就开始攻击 就先用炮先打 打屯治镇 六重的教导团教导旅就只能举在一起 因为那个镇很小 所以炮弹一落下 大家根本无处躲藏 所以就三万惨重 这个时候湖中南的陪仓会兵团 李正兵团也向屯治镇推进 彭德怀他看到口袋战术已经失灵了 所以就下令撤离 大陆有一位将领叫王善龙 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这一段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马纪元作战非常的果断 他写说 他们后来救出了屯治镇里面的部队 结果偏偏有一个担任掩护任务的兄弟部队 就是一个团 就擅自的撤离 就是往东撤 马纪元发现到说 他的东边没有威胁 立刻就从孝金镇 这个地方向西迎头来阻击 就堵住了西野的东撤之路 导致西野四面受敌 他说在最危急的时候 彭德怀听到了利保镇传来的 这种很激烈的枪炮声 研判又有追兵 所以就单机立断 击定所有的部队分头撤退 才顺利的突出重围 一直到了12日才摆脱了这些追击 所以我们从这些描述里面 就知道马纪元的那种打法是非常的豪迈 与一般的国军将领完全不一样 总之西辅战役 西北野战军共计减员1.49万人 国军这边的说法是西北野战军损失了3万人 不管怎么样 这个1万5跑不掉 这个是彭德怀他的军事生涯里面 这个罕见的遗憾之一 所以他还在他的彭德怀自助里面 特别提到了这一场战争 自己连续打出代表作的马纪元 就成为马家军的最耀眼的一颗猩猩 获得老奖的嘉许 所以他在兰州会战前夕 才会在自己的司令部前面 就挂了一副对联 上面写 往狂难于祭岛 定前昆以西北 刚提到的这一段是1948年的西府战役 然后那个年代 共军已经横扫多数的战场了 不过马家军还是让他们有敞到一些苦头 没有那么顺利 不过1949年 其实国共战力已经就成为定局了 这样一来 马家军的结局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以共军的接触 大部分都是蛮顺的 而且交换比非常的漂亮 所以马家军是有自信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子认为 国共内战进行到1949年 三大战役结束 4月解放军渡江 西北其实也开始就风雨欲来 毛泽东在5月26日致电彭德怀 他说以你现在兵力可以打福 就是福中南 但不可以同时打马 如果要打马的话 必须要等到杨德智18-19兵团 同时开到 才有把握 这位杨德智是参与平津战役的名将 进攻新保安 见面的副座椅的第35军 随后他又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 打下了太原 立刻就开到了 把部队拉到了西北 毛泽东那个时候还特别 要邦德怀转告杨德智 他说兵团必须马上西进 破进两马足弓 就是要足弓式 要延防两马的回旗 并且还郑重的警告 提醒杨德智说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 否则必至吃亏 意思就是说 一定会吃鳖的 所以从这边来看 获得对手的肯定 真的你就是代表一定的实力 从8月9日开始 第一野战军 就是山路大军 就开始向西推进 准备要打南州 南州这个地方是 上面环山 北面有黄河铁桥 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手南共 在抗战的时候 国军就已经在南州四周的 这种商风地带 就构筑了永久性的国防攻势 国共内战开始 把这些攻势再继续的加强 所以马纪元认为说 南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还说战略高地 斗加山 十万解放军都攻不下来 1949 8月21日扶晓 解放军用9个团的兵力 开始发动攻击 结果一天打下来 三个主攻方向 没有拿下任何一个阵地 而且三万还不小 19兵团的司令员 就是杨德智 他打过那么多地方 他就很讶异地说 一天打不下一个阵地 我们从来没有碰过 至于以亲马交手 经验比较丰富的 彭德莱 他就比较淡定地说 这次攻击受阻 主要是因为态度轻敌 另外就是因为敌人的攻势 这个非常的坚固 而且亲马的匪军 他是用亲马匪军 是担惊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也是全国有名的丸敌之一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对亲马的肯定 而且是高度的肯定 然后彭德怀就有点惊艳谈 第一天打完 马富方就把现场的战况 全部就汇报给宁夏娃马洪奎 希望说他能够赶快出兵 来援助兰州 配合战斗 马洪奎尽管知道存完此寒 可是他认为兰州是亲马的地盘 所以他只有想要自爆 所以就拍个准备出兵的电报之外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到了8月23日 毛泽东又向彭德怀发了电报 说集中三个兵团 全力攻打兰州 要延返马步凡退到新疆 如果一次打不开 就准备要打第二次第三次 彭德怀这边也因为运输线过长 两时跟不上 就也很难打持久战 他就说攻占兰州 虽然只有六七成的把握 可是决定在25日开始攻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老谭之前其实有提到过说 国共内战除了比的是 账面上的军力之外 后勤补给也非常重要 而这一点 解放军在当时 其实可以说一直占有优势 没有错 不过西北真的是特例 因为那边实在是太凡凉了 大家遇到的情况都一样 从西安到南州 现在有高铁 可是那个时候700多公里的距离 就只有一条公路 叫做西浪公路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记者 叫范禅江 他那个时候走过大西北 他说大家都称这条公路 叫做西浪公路 所以品质可想而知 这个运输根本就跟不上 不只距离远 然后路况也非常差 所以我们看济南 天津这些战役 虽然说都号称攻势很坚固 可是事实上一惊突破 就守不住 很快就被拿下来 青马守兰州 至少都还算有坚持到底 8月25日当天 解放军就开始 开始猛烈的攻击 先打兰州东大门斗家山 也就是刚刚马纪元说的 十万解放军都打不下的地方 马纪元的部队 在阵地失守之后 就仿扑了20多次 血战了7个多小时 另外解放军在同一个时间 也打兰州外围 有一个叫做沈嘉林的阵地 马家军也是仿佛争夺十几次 他们那个时候是关子上升 挥舞马刀 像潮水一样的涌来 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双方就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弱坡站 一度就要翻盘 就在最紧急的时候 解放军调来了一个英雄营 据说他们快跑五公里 到了阵地才把局面给顶住 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英雄营快跑五公里来解救 这该不会是后来我当病的时候 都要跑五千公尺的原因 这个应该是普遍行事多年 顺利人也是很喜欢 每天早上都要训练部队 快跑五公里 一个传统 沈家林争夺战 是非常的血腥 据说南州战役 总共有13名团级以上的干部受伤 有八个就在这里受伤 有三名以上团级的干部死 全部都是死在沈家林 不过尽管马纪元他很难打也敢打 可是1949年下半年的这种局势 其实已经不是他这位少年战神 可以掌控的 所以南州还是陷落 五万的首军除了震亡之外 剩下的后来就大批的人车 奔向的唯一可以外逃的通道 就是黄河铁桥 那马纪元后来的纪运呢 在南州会战 临下王马红回只求自保 他对蒋介石其实还算中心 可是他跟青海王马步凡 有很深的心结 所以不愿意援助 他过世以后 有一本书叫做《马绍云回忆录》 这个才出版 里面就不断地损了马步凡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刺诈一死的人物 来到台湾 其实是相当落寞 像是马红奎 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他住进北投招待所 深夜的时候 县兵突然间上门敲门 就是要他搬离招待所 他球也没有用 而且县兵还把这些 他的行李全部都拖到 招待所门外 他后来没办法 就只好连夜 在台北市找了一间理事去住 另外他大概因为这样子 所以受到刺激了 就买了一间房子 结果没想到 电话线也被拆掉 所以老大不爽 后来就到了美国 至于青海王马步方 他在1950年的时候 以朝警的名义 带着全家 还有随众 两百多人 就飞到了沙兽地亚阿拉伯 他一度担任驻杀大使 不过他的儿子 并没有跟着老爸走 他是从西宁飞到香港 后来再来台湾 后来以中将军衔退役 在2001年 就移居到约旦 最后才定居在沙兽地亚阿拉伯 2012年2月27日 马济元病逝于沙兽地亚阿拉伯 大陆外交部还有他的讯息 写着说 旅沙台包马济元先生 于2012年2月27日 曾在吉达逝世 住吉达总领馆 888的 就是对亲属表示的慰问 连标点符号 在内一共是44个字 也说明了西北马家境的传奇 其实就正式的落幕 两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很多事不能人讲 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就像这个履杀台包 这个头衔 我觉得懂的人就懂了 这四个字用得很妙 真正说明马家军退出历史 而且寄兵也退出历史 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一下 就是像顺利人来台湾 他其实那时候认为说 反攻大陆也一定要有寄兵 所以还在后里马产那边练兵 从现在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 马家军的作战 其实是很有特色 像宁马的元大滩之翼 他们在行军的时候 每天都还要礼拜五次 反做战役的时候 他们很多书也提到 马家军在战场上面 都会身着白衣 就是打赤膊上阵 中风的时候还会喊天堂 开始之前也会有阿轰 就是念经加持 就是跟一般的部队 是完全的不一样 总之马家军是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广宽一点 之后有机会可以讲的比较细一些 你也因为我应该可以讲的 我应该做的事 现在要引起来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 很多人的难度 不是很难过 你不温度 你能够找到 很难过 是什么 我可以看着 那么明天 我可以看着 这个问题 你不听 你们这个问题 还不会有很多 我可以看着 我可以看着 你不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